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有波段行情就是有波段 个股的一个操作 当然不能说从7月03到今为止 指数涨了1000多点 股票低档买高档一定要出 不可能每一档都不卖 因为会员资金有限 我们给每一个等级的会员 大概都是两三档股票 那两三档股票的一个操作 当然是低档买 上去高点卖 卖掉资金你才有机会去买下一档 因为多头的行情 类股会轮动轮涨 你不需要一档做完再换一档 我这样的操作并不是夸口 我们真的这样带会员 掌握住类股轮动轮涨的节奏 让会员之间产生一个 获利陈述效果 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7月03以来 到今天为止 我们卖了多少档股票 很多档 波段操作两成起跳 当然不可能每档的一个获利都超过两成 有的会比较少一点 有的帮人比较多一点 平均起来两成以上的报酬率 这你看到我们所呈现给会员的操作规模 所以你看一下这档华汉 当时候是不是第一档去带你买的 当时候打到305.5 我说它随时会发动 当时候股价没有涨 黑黑棒 既然随时会发动 来到月线位置就要买 310以下都可以站在买帮 所以买完之后 有没有上去 308买 到这里81359卖出 一张赚了51块钱 那为什么要卖华汉 礼拜一 我们很清楚的告诉会员 因为最近的华汉会开始整理 所以在358先卖出 当时候价位在359 所以整一个华汉 如果礼拜一你没有跟着卖的 这礼拜它是不是在整理 你自己看一下 礼拜一的华汉 我卖在359 那这几天是不是整理 都没有动 不仅整理 今天股价还来到 这礼拜的低点 338 我359卖掉的 你今天338已经差了21块钱 所以如何活用你的资金 这边低档310要买 礼拜359要卖 51块钱 如果你有300万的资金 你大概可以买华汉 买10张 那一张5万1 10张51万 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51万你落贷了 这是你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建议嘛 所以 个股的一个操作 你不能死报火报 因为你不是大股东 你怎么可能买了 放着都不管 你也不是法人 所以对于会员的资金规模有限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低档买的股票上去 我说过嘛 股票如果来到板押不太动了 或是量价不对称了该卖就卖 不然你会浪费你一个资金效用 礼拜的话还不卖 就是在整理啊 没有错吧 当时候的志勤也是一样啊 升级股的志勤 9月9号 刚站上月线 我161开始买 这边呢 9月9号买志勤嘛 刚站上月线买 买完之后 同没有 我说这边是它的板牙区 不要乱追 要减码 当它还没来到这个位置 我已经告诉你那是一个卖点 这是我们对一档股票的规划 有没有来 来了就要卖 9月18号先跟你预告 接下来21号上去了 我说226以上 你要开始减码 因为这是反压 来到这个框花你就卖 从161到226 同没有 花你161万 如果你买10张 你可以创造65万的利润 将近40% 这当时候你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建议嘛 161买 226以上卖 如果你不卖 智勤目前的一个走势呢 它就在反压区来回的震荡 9月21号 最高229嘛 我说226要卖 以上你就卖 所以你看到如果你不卖 你把资金留在智勤身上 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不是浪费掉了吗 那它有没有如同我的规划 来到这个反压区你要卖 因为它不容易短时间就突破了 所以整个智勤的一个走势 是不是在我之前规划的这个反压区 对不对 不太会攻嘛 所以 卖掉的基因你就先去买其他的个股嘛 等到智勤 出现两种情况 我才有机会把它接回来 一种就是自行往下打下来 测一下这边的一个支撑 测试支撑有时候 我会做低阶的动作 这是我最想要的一个模式 因为高档226以上你有卖 你当然希望它跌下来 再把它做低阶 那另外一种模式 就是它呈现着高姿态的整理 就是在这个反压的区间附近 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时间够久的情况之下 它有机会往上突破 一旦我看到量价配合得以的突破点 我就会把它追回来 我为什么说会把它追回来 因为可能那个突破点 那个买进的一个价位 可能比226还要高一点 但是我不在乎 为什么不在乎 至少这一段 我们赚了65块钱嘛 我们已经把资金抽回 先买其他个股嘛 那我们节省了将近 一个多月的时间之后 纵使下次它是往上突破的 就一个时间效应 我认为划算 你不用把资金一直卡在上面嘛 一直卡在上面 对你的一个操作绩效 叫做零 因为它都不动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网加也是一样 我在除捐前 8月24号 318买网加嘛 买完之后参加除捐席 9月4号 还原前止414 获利卖出 318到414 不卖 是不是下来 所以操作的一个流程 讲究的是如何让你执行 产生一个极大化的效率 你千万不要说 7203到今天为止 大半数还在走高 所以你的股票就一直爆一直爆 个股的一个操作 有一定它的逻辑性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波动循环 从量价形态筹码 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低档区买的这些个股 上去逐一的把档 卖掉资金 你就有机会去买另外一档个股吗 不然你的资金 有像法轮那么多吗 有像大股东那么多吗 所以操作的一个衔接性 轮动轮涨的一个架构 你掌握清楚 第四季的行情 我说过你会赚更多 联军也是一样 10月6号创高卖 10月6号联军卖在145 3450的联军 你看10月6号卖在145 卖完之后是不是下来 对不然你要一直爆 爆久了它变下来 本来赚钱可能会变赔钱 华兴光 来看一下 10月5号创高卖出 卖在83 4979的华兴光 10月5号卖83 下来有打到月线 打到月线止跌 然后反弹 是不是 所以很多档的个股的操作 我们高档都足一的把档 赢家的高度 在多头行情不断获利卖出 持续累积财务相当重要 所以车房店在10月1号50块钱我也卖了 10月1号 车房店卖50 卖完之后是不是很像整理 你如果不卖 目前的位置比50块钱更低 而且目前是跌破月线 呈现弱势整理 信国这档生计股也是一样啊 10月2号 赚了三成卖出嘛 10月2号的信国卖在46.3 信国 卖在46.3嘛 卖完之后 我们告诉你 打到月线位置附近 可不可以承接 我们做接回的动作 整个信国的股价 在10月12号 10.02分 告诉我们会员 回档五天直跌 39.9接回 清过一分钟 股价39.6 同点对时对价 10月12号 做接回的动作 就是这一天 10月12号 39.6接回 尾盘收41块钱 当天接回马上又赚钱 这是我们动作啊 因为高点有卖嘛 46.3有卖啊 那回档五天直跌啦 接回 第一接之后 当天收41 今天的一个信国盘中 涨了9.4% 差一点工涨停 漂亮吧 所以整个信国呢 第一段赚了30% 第二段39.6接回之后 今天盘中大涨 又多赚了11% 两趟的操作 超过四成利润 这是我们给予会员的操作绩效 所以很多档的个股 我之前高档有带你卖出 我也告诉你 有些我是会接回来的 那有些 可能因为量价形态 不符合马上 把它做接回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之间挪用其他的个股 这我不断要重述 告诉你的一个重点 你不能一直只操作一档股票 你就想说这档股票 一定是跟着大盘的走势一模一样 会涨不停 错 轮动轮涨的一个结构 个股如果涨不动了 该卖就要卖 你才有资金去买下一档 就像利峰也是一样啊 我在245开始买进的利峰 10月8号上礼拜四 284卖掉吗 赚这一段 高档获利卖出的资金 资金转买另外一档生计股 医疗显示器的个股 基于的唯一供应商 是哪一档 玉尾啊 上礼拜四啊 卖掉利峰 买玉尾啊 因为供给量出来的 买在82 买完之后休息个几天 礼拜大涨7.6% 礼拜二强势整理洗盘 我说还会再上 礼拜三盘中 来到92块钱 当天我告诉你什么事情 礼拜三的欲为上引线嘛 上引线代表反压 有点沉重 那是一个卖出讯号 所以该减码 你就减码 不要涨上去了 礼拜三的欲为92块钱 你才知道好 那你为什么上礼拜四 不跟我们一起来买82块钱 你为什么要礼拜三 自己去买92块钱附近 你买92你是会套牢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欲为收86.2%啊 所以整一个操作的一个衔接性 在目前多头行情一直没有出现败向之前 你多头的方向不要随便转弯 有低点就买 因为多头看支撑嘛 个股有跌下来我会带你买 该卖出的十几点 你刚才所看到的太多档了 档档高点有获利 就是为了迎接接下来礼拜一 什么股票可以承接你一个位置嘛 所以赢家的高度 不断的获利卖出 持续累积的财务 我希望第四季的行情 你可以站在一个赢家高度 俯瞰整个台股的一个机构 你会看得很清楚 你也会赚得很轻松 俊亚再回到这边的一个现场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疼 请用起疼没分珠 没分珠 不好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名额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年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选择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豪宅建筑大师 林永发 大气挥洒 1600平 绿色城堡 第一宅 500平 艺术陵园中庭 新北影视客区 双拼大四房 家冒机构 年度局限 第一宅 壮丽落成 022609 8888 欢迎闻大 节目的现场 礼拜二的美律 出现一根新天亮 我说依据量先价型的概念 它当然还有高点 这是很简单 很实用的量价结构 同样一定要记起来 对你以后的操作 一定有帮助 所以礼拜二 美律 虽然涨了这一段 但是 我认为 好像没什么涨 因为那个叫初升段 你从越K线的一个角度 你就知道 美律是从195 达到低点 大概40块钱附近 那目前在低档 越KD黄金交叉 未来主升段的行情 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为什么 不是只有从技术分析来分析它的好 另外的一个重点是 美律的9月营收是经年度的新高 而且开始出现正成长 之前的1到8月份几乎都是负成长的 9月份开始正了 代表第四季接下来10、11、12 它有机会呈现一个爆发性 跳跃式的一个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未来业绩层面的展现 所以告诉你 这张股票还有高点 那礼拜三回档嘛 要喜欢买跌的感觉 不管是大盘还是个股操作 都是同样的 知道会去 落到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买 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会降低你的风险 尤其是目前多头行情 看支撑啊 跌下来不用怕 来到支撑就买 尤其是来到短线支撑 你就要积极卡位 宁愿买着 短套一下都没关系 千万不要随便的乱做空单 稍微一不留神 你看一下 礼拜二礼拜三嘛 很多人认为 跌了两天要大跌了 结果你去放空 这两天你是被嘎 没有错吧 所以多头的一个趋势 既然展示了那么清楚的一个方向 你就不要随便转弯啊 大盘涨多了 放一点短空单 当你要赚那一点空单 接下来波段的多单买点 你会丧失掉 因为你的空单 放下去了 你会希望跌深一点吗 来到短线支撑 你怎么会回补空单做多 你不会的啊 所以我希望 第四季的行情 是缅年度最好赚的一季 你真的要把握 好不好 所以礼拜三的美率 要喜欢买跌的感觉 我有没有带会买 礼拜三美率 秤回档57.4买 当做价位57.3 买完之后收57.9 那礼拜三 跌下要赶买 礼拜四 盘中大涨了8.29% 真的有够水 今天美率呢 这一阵洗一洗 微盘 有没有能做价 一千多张再做价 你认为美率还不会再涨 还不会再涨 我今天告诉你 这种强势股 这一条叫五日线 五日线很难跌破 你会看着美率的一个走势 沿着五日线往上走高 因为第一次级的业绩 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把方向给你 那你遵循我们的方向 你会得到一个正面效果 所以从7203以来到今天为止 我们给你会的一个报酬率相当惊人 因为赢家的高度 不断的获利卖出 持续累积财富嘛 我们卖了一些股票 你自己看一下 网家从318到414 将近100块钱获利卖出啊 至今从161到226 10张65万40% 减码嘛 我都让你知道啊 华新光10月5号创高卖 联军10月6号创高卖 立峰上礼拜四高档获利卖出 华汉这礼拜 10张51万359卖出 党党的整个操作流程 我相信你都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怎么进的 我怎么出的 我怎么拿出会有一个讯息 来跟你对时对价 每一档都是如此 我没有一档是例外的哦 所以当你跟了其他老师 发现他所电上陈述的内容 跟你实施上的动作不一样同时 你必须思索的 哪一位诚信实在分析师 对第四季行情是你最大依靠 因为我讲过 第四季行情有机会 让你之前亏损的连本带利要回来 我不夸口 因为你知道我没用格 实在的分析 实在的绩效 我不夸张啦 所以对第四季行情不要缺席 尤其是第四季业绩爆发性成长个股 第一点就跟我买 就跟我卡位 所以有一档股票跟美律一样 它9月的营收今年度的新高 而且开始正增长 这档个股 你自己看一下 1到9月营收 9月份是不是新高 没错吧 9月营收跟去年比较是不是开始正增长 之前1到8月份是负的嘛 所以看到这样的业绩呈现 代表10、11、12第四季的业绩会跳跃式的爆发性成长 那股价要不要反映 要不要反映 昨天礼拜四这档股票 导播稍微近一点 它跌了 跌我开始跟你分析 今天这档股票开始涨了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我说它会往上 前波高点不会是问题 今天开始涨了 涨了2块3 今天这档股票 我12点12分告诉会员 一样再买 一样再买 尾盘拉上去 1300多张坐架 这就是我们的操作 我会跟你讲在前面 我也让你印证在后面 但是你不能每一档都等着印证 每一档你就在等等等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今天已经10月16号 10月份已经过了一半了 你年底大作战行情 剩两个半月 如何创造获利陈述效果 我这篇有没有办法办得到 你从刚才我所告诉你的这些 个股的获利绩效应该很清楚 不然华瀚 利丰 联军 华欣光 志勤 王家 党党不断地带你获利卖出 持续地帮你累积新的一个财富 赢家的高度展露无遗 我希望你有这样的态度 我也希望你有这样的高度 把整个台股看得很清楚 接下来丰厚的利润垂首可得 这一档翔索 我说过你跟我买在够低点 你跟我加码在相对低档 很安全 170附近就是我们买进跟加码的位置 Type-C的一个镶索 苹果 Google 微软都在研发的Type-C 让它营收新高嘛 所以10月2号我买在171 告诉你当天的高点是未来低点 所以当它上去之后回档 上礼拜四跌到169.5 可以再低接 可以再加码 成本压得够低 对你的操作风险就降低 利润你已经看到了 因为它持续性的走高 所以上礼拜四 它跌下来 我告诉你可以再低接 放个几天下礼拜一涨 礼拜二涨了4.57% 礼拜三享受192创破断高 礼拜四震荡嘛 192.5%波断高啊 你买的位置 如果够低的情况之下 你会觉得非常的一个愉快 为什么 它虽然近期没有每天涨停板 或是大涨 但是你买在这个位置 加码在这个位置 都在170左右嘛 昨天已经来到192.5嘛 你会怕震荡吗 会吗 这是你跟我合作的好处嘛 如果你是昨天享受买在192的 今天享受呢 收187 你就会担心嘛 要不要卖嘛 因为你自己涨了一段 你才去追短线的高点 那稍微洗一下 你很容易心惊胆跳就被洗出场了嘛 所以第一个时间点 股票发动了 赶快跟上来 今天的享受 从量价来分析它的后市 叫做很强 有低一点都还可以再买 这是我给你操作经历 今天指数虽然平盘附近做收 但是还是有些股票往上走高嘛 除了今天的信果 盘中大涨9%以上 还有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做的卡位动作 这档股票叫做乔春 它是全球第一大新合金的水龙筒 一般我们家用水龙筒 都是用铜做的啦 比较重 那成本也比较高 乔春所引发出来新合金水龙筒 成本很低啊 所以它的利润相当的丰厚 今天为什么要买 同样算一下 12345678 八天叫转折 指标背离也是出现一个转折买点 今天出现双重的转折买点 我当然要带会员做卡位的动作 今天那个档股票 我买在44块钱 买完之后 工长停了 尾盘当冲客 你冲下去 你能赚多少 今天尾盘这一盘价44.85 你今天做当冲的 你买不回来了 所以波段行情要有人指导你 你才有办法 撞完整个一个波段的利润 第四期的行情 你还不需要如何操作的 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行列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你去听 请用去听 无分之 无分之 不好 阿菲特 阿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端线赢了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 0909 022781 0909 每次人比你更重要 有谁人比你更重要 世界来千万 空手倆 空笑望 露火山 哇 這麼多好聽的歌